即佛道无于一体 比茅山术法更为强硬霸道 神秘的道教驴山派究竟是正是邪 在大多数人眼中 驴山派是一个欲天下为尊的道派 不论是所用的绝和咒还是所他刚部 和茅山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间最贵是君王 天下鬼神皆敬仰 唯有驴山做主张 驴山派道坛中的驴山 与水底的仙境或法界密不可分 传说驴山位于闽江之地 肉眼凡胎没有会根的凡人 用肉眼根本看不见 只有精通高深的驴 驴山派源于魏晋南北朝 以咒法术术为主 密藏了各种强硬霸道的书法 擅长斩蛇除妖 食咬治病 抗旱其语和护腹宝英等 如果两湖两广一带的古人 遇到了对付不了的妖魔鬼怪 就会本着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思想 奔赴驴山派道士为散居道士 拜师学义圆满后便可自立法坛 都有随身兵马和镇檀兵马 道行高深的驴山道士 能同管三界兵马 即天仙兵马 地仙兵马 人仙兵马 请法座教使 是不同的事情 会派遣不同的兵马 以保法事周全 及后续护佑 天仙兵马是通过驴山 有能耐的 自己施法招来即可 没能耐的 就要请教自己的师父 师兄帮忙了 带师父为你声门奏职天庭 根据你的八字 来定多少兵马 当然如果得师父器重 师父在奏职的时候 会把他的兵马 剥一部分给你 不过同样是天兵 师父的兵马给你之后 你不见得 自己的功夫深前来定 没很高的羞耻 天兵自然也不会为你掌控 地仙兵马来的阴界 属于地上的正规兵马 这样的兵马用好了也很猛 又叫灵界兵马 阴界兵马 古代的方式则抛洒黄豆 在与人作战时 邀请民间的阴兵为自己 招财下地府办事都能行 召唤阴兵法术中的兵马 是驴山派法术修行中 极其隐秘的一门技术 正所谓阴兵一招也一损 一般成为不了作战时的主力 只能靠量进行拖延 不用特别高强的法师 只要稍许有能力的修行 招了小鬼 你能让他替你打架卖命 要是一不丢神招来了鬼王 那就指不定是谁 听好谁拆枪了 因驴山派的法术 以强硬的霸道法术为主 与鬼王硬碰硬的话 也只有死路一条了 据说 藤有一个自身修行不够的小道士 在与其他 于是久而久之 身体 气色 健康 运势等各个方面 都被看出了破绽 鬼王能成为鬼王 自然也不会是什么擅长 要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后果 也不是自己能够承担的 至于人仙兵马就好说了 他相当于一种 只在本门派系或师徒之间 相传的遗产 是弹上系统传下来的兵马 而成的修成正果的精怪等 虽然利用自身兵马 可以驱使他们 去帮你完成一些重要的事情 但是兵马也是有思维的一个灵体 同时拥有很多兵马的时候 一旦他们之间不合 就会对你造成不少的烦恼 同时 兵马和法师之间 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法师利用兵马斗法 就要好生供养兵马 一般情况下 驴山法师 三界兵马分发军匪 由于各地风俗不移 最常见的水果糕点 鲜花宝珠等 部分兵马还可以获得放假休息的机会 一般 他们会选择 看望在世的亲人 此外 驴山法师 有分红头法师 与乌头法师之分 红头法师 与驱邪收邀 安民救命 借助孩童之身 以此进入阴间的法术 便是道教驴山派法术的一种 清朝文人原媒的《子不语》中记载 杭州有一名叫陈野葵的术士 藤音机缘巧合 像世外高人 学得了这种召唤居使鬼神的法术 如果民间有哪户人家去世了 活着的子孙 想替去世的亲人 静静笑道 或者是想向自己的亲人 讲述未了之时 只需要给陈野葵 四两银子 作为抱着 就能将他们死去 亲人的魂魄召回来 这天 陈野葵找来了一名 与王者相识的六岁孩童 让其按照自己的要求 避意马 后让死者的家属 在门外烧纸钱 等孩童完全熟睡之后 当地土地 就会立即牵着马过了 当土地牵着马 带着孩童 经过枉死城时 很多没有完整四肢的恶鬼 拦住了孩童的去路 小小孩童 哪见过这种场面 于是当即惊醒 一般来说 出现这种情况 就应该另寻他人 但是 这陈野葵 毕竟 他交给这名孩童 一套斩鬼术房 让其见到鬼后 用其自卫 但是 却被突然现身的 关帝阻止 可是陈野葵 平日好吃懒作 根本不会用 其他谋生的本事 所有的积蓄 都花光之后 他不得不再次 改名唤姓 故技重拾 这年秋天 他靠着旧营生 赚了不少的财物 但是一天晚上 却又梦到自己 回到了家乡 家乡的城墙上 贴了一张他的画像 还隶属了 他做过的一切罪行恶事 说要在9月13日 斩杀他这个妖人 自此之后 他便整天胡言乱语 疯疯癫癫地告诉别人 他要死了 老天有眼 他再也躲不下去了 9月13日这天 陈野葵 穿着道服 希望施法躲避天灾 但是天灾 岂是一介普通人 能够躲过的 虽然这种讨王术 挺方便于人 但法术这个东西 学起来呢 需得心正的法师作 最重要还是 不能逆天而行 若有心术不正 靠此发家致富 不管阴间秩序的 却会有报应 此不与怪力乱神 这句话想必很多人都听过 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些文化典籍中的记载 都本掺杂了作者的想象 还希望诸位 不要助长 封建迷信之风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了